我就问你娘们离开我们男朋友 你们现在已经翻手了 她现在是我男朋友 我们就吵架弄点小矛盾 你就趁虚远入 快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大冬天穿着一双秋衣修裤 凌晨两点站在楼道 林广西叫小矛盾 还是说她父母 跟你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你什么都无过 直接把桌子瞎了 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 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事 又你管得着吗 还有 我当我问问你 我俩才分开多久 你就能无缝先接上 是她太能说回道把你吼住了 还是你太缺男人 上感到天啊 你 你什么你 我告诉你 我们俩分手的次数数都数不过来 但是到最后都和好了 你只是一个小插曲 你懂吗 她到最后还会选择我 选你 你做梦去吧 你知道她怎么跟我说的你吗 你就像那沙漠中的 一个小水坑一样 看似美丽无尽希望 实际上都是虚化和危险 你个小黑警 咱们这人还有什么 身边也就清楚吗 还是说你来照我还钱的 王一熊 欠你什么钱 什么的 你不认账是吗 我给你转账的每一分钱 我手机里都是记录 你想不还都不行 看见了吗 这个优秀的男人啊 分手了都得把花在我身上的钱压回去 你可真有出息啊 之前花了就花了 我就不管要了 但是我给你爸买上的八万块钱必须给我 那是你自己要给我爸买的 你不是想在老丈人面前好好表现的吗 可是他现在不是了 王一哲 你还是个男人吗 她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们分手才多久 你别告诉我你俩是一见钟情 难道你俩不是早就背着我有事了吗 咱俩这点感情 我花了将近半年时间我才走出来 我我怀孕了 对方知道吗 还是说你不知道对方是谁啊 你不能来换我借钱的吧 王一哲啊 我告诉你 那是不可能的 你自己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 顺便再说一句啊 如果那个人他不要你了 辜负你了 你跟我说一声 那你心里不是还有我的吗 你想多了 我只想请那个好大哥喝点 我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